挑战一个应用科学的高峰的这件事 第一你要发自内心的热爱 第二你要感受到消费者要什么 第三你要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然后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然后第四你要努力足够长的时间 说我们是元宇宙的推门人 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都在说这件事 我们是正在住在里面的人 说的这事的人 跟住在里面的人有什么区别 就是那上门我进去了 那我把这门帮大家推开 大家也进来 然后我们再谈元宇宙 我们再去在上面做努力 所以我们的角色定位 就是元宇宙的推门人 我来提供进入元宇宙的这个大门 这个大门包括什么 它是一台设备 是背后的一套操作系统 它是很多技术技术的沉淀